波兰总统杜达表示 波兰移交给乌克兰的坦克 已经开进了俄罗斯本土 从波兰人急切的心情看 恨不得要马上肢解俄罗斯 大家好 八月底乌克兰迎来了他们自己独立33周年的纪念日 说起来这乌克兰成为独立国家 也确实没有太多年 在这么重要的日子里 哪怕基辅还不安全 波兰总统杜达和内套曼总理西莫尼特 都来到了基辅参加庆祝活动 子连斯基当天就表示 一定要继续打击俄罗斯 直到取得胜利 而波兰和内套曼两国的领导人也都发言了 强调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特别是波兰总统杜达 他表示乌军正在使用波兰的武器 攻入了俄罗斯本土 波兰的坦克已经在库尔斯河地区作战了 波兰总统的话里面有一点意思 像是在报复历史上 波兰曾经多次被俄罗斯帝国给蹂躏过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乌克兰和波兰的关系 可以说现在是铁哥们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 从历史上乌克兰和波兰的关系 就远远好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 其实苏联刚成立的时候 乌克兰就想独立 然后被苏联红军给制止了 后来斯大林时期的乌克兰大饥荒 那就更不要说了 虽然都在一个圈子里 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 一直就非常紧张 而波兰则不同了 在蒙古时期 波兰就接纳了大量西迁的乌克兰人 后来两国之间的关系 也一直都维持得不错 看得出来 波兰现在是等不及了 因为现在事实上 是俄罗斯最衰弱的时候 如果不能在这个时候 彻底击垮俄罗斯 甚至肢解俄罗斯 又不知道要等到猴年满月了 说起来也是庆幸 本来波兰以为普京 可能会打波罗的海三国 任三个小国 可挡不住俄罗斯的大军的 基本上马上就会覆灭 然后俄军就会和波兰军队撞个满怀 可是万幸 俄罗斯打的是乌克兰 而乌克兰呢 竟然活生生的把俄军给挡住了 那接下来波兰要做的 主要就是出武器 出钱 出物资了 这可比直接参战好太多了 有人会说啊 现在俄罗斯是四处漏风 要不是俄罗斯有核武器 波兰可能第一个就会先动手了 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 毕竟现在波兰的经济和军力都不差 但是波兰它毕竟是北约的成员国 享受着北约庇护的同时 它也必须承担着北约的责任 北约可不会允许波兰私自开战 把北约拉入战火中的 波兰的军力呢 虽然正在暴涨 但是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综合作战能力 比如波兰空军就很虚弱 战时需要北约空军的掩护 而波兰虽然从美国和韩国 订购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比如M1A2坦克 K2坦克 海马斯 春武火箭炮 但这些先进的武器 距离全部发挥作战能力 还远得很啊 以波兰现在参差不齐的军力 想要去攻击俄罗斯 很可能是鸡蛋去碰尺头 再说了 波兰军队很多年都没有打过仗了 或者说很多年没打过胜仗了 所以波兰他怎么敢对俄罗斯动手呢 各位观众觉得呢 好我们本期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